你们的豆浆还只是当早餐喝吗? 我找到了一个配方用豆浆做的火锅 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豆浆火锅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加入一块火锅底料 两勺豆瓣酱炒出红油 倒入早上买的新鲜豆浆 不一样的火锅就要配不一样的火锅料 我在河马先生上买的新款芝士消滑 一口下去还可以拉丝 芝士选用新西兰进口的安加马苏里拉芝士 富含钙质和卤蛋白 不仅营养丰富 洗煮了汤汁之后 还鲜嫩汤牙 快走给恋爱的人吃吧